京山海的创作团队 在前期的策划过程中 将深入基层 一路采访取得的真实素材 带入故事 通过表现普通人 真情实感的人生经历 让观众幸福 用事实说话 让真人发声 也使得该剧摆脱了 敷衍俗套 空喊口号的内容形式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是 我们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卧龙山街道党工委书记 柴世晓柴书记 您好 您好 我不知道之前 柴书记有没有读过 这本小说的原著 读过 京山海是吗 对 让您感触最深的角色是哪个 就是那个故事的女主人公 吴小豪 吴小豪 为什么对她觉得 感触会那么深刻 有很多方面都是相同的感受 哪些是相同的 比如说对家庭这个照顾上 特别少 特别对孩子这种愧疚的程度 愧欠的这种心情 还是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 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比如有一次 我刚刚掉来的时候 十几天没回家 因为特别忙 然后有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也比较晚了 孩子你睡着了 然后半夜的时候 他叫妈妈妈妈 就这样 我说没什么呀 就摸着我 妈妈妈妈 我以为你又走了 在做梦 不能说这个事情 梦中您一定是离开的时候 这么退弱呢 那个时候还是很难过的 也是很难 但是没有办法 第二天一走就 很一走的时候就 就要出发 一半六点多的时候就要动 因为离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一月晚上八点半 差不多左右的时候 就要回到我的包围上 孩子有的时候 跟您说过吗 说妈妈 你缺席了我的生活太多 我太多的时候 见不到你 没有什么感性 但是去年 我大的孩子跟我说 说妈妈 我长大的一定不敢 跟你一样的工作 我说为什么呀 是妈妈不好吗 但是妈妈也挺好 我也还崇拜你 你也很好 但是我一定不会 干这样的工作 我说为什么呀 我又安 他说因为你没有时间 可以害的 我拍了很多戏 但是我在屏幕上 让我感动 能够打动我的 真的不是很多 昨天就有两场 每一年 要么元旦 要么春节 要么三八 完了之后 镇上有 每个镇上都要 把家属叫到一起 搞一个联谊会 我的妈妈 不住家里 她住手机里 时钟转了一圈 又一圈 却听不见 她转动门锁的声音 手机里的妈妈说 她很想回家 但她不回家 我要加班了 你晚上自己吃吧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这一天 就这一句话 妈妈 去哪了 你说 想我 爱我 是骗人的吗 爸爸 你去哪了 你在扶贫的路上 在老乡的田头 在建筑工地 在深夜的办公室 你的身影 遍布在 街坡的每一个角落 就是走不完 那五分钟的回家路 妈妈 你去哪了 你说 你爱我 想我 你是骗人的吗 我采访了一个 一个女镇长 她说 如果说 没有我爱人的支持 没有孩子的支持 没有我爸爸妈妈的支持 没有我公共婆婆的支持 我都干不了今天 干不到今天 他们在基层 如果说 干到镇长和书记 你知道他们要干多少年 二十年 就是说 他们 从最低一级的镇的公务员 做起的话 他们要当镇长 当上镇长 副书记和书记 最二十年 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 我听说 咱们这个金山海剧中 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是贺镇长的发小 穆平川 就是参考您 作为这个原型人物的 是的 我听说 您还演了个角色 在金山海里 是一个老导员 我们基础上会议一成 就是重文如药试词 如药选试 正好我扮演的角色 就是我们观草旺村 也就是说 在这个市中的安兰村 给党员过正式生日 我就是那个老党员 二十多年党领的老党员 穆平川在剧情当中 他带领着村民们 抓住了机遇 然后一起呢 致富奔小康 听说咱们的这个 观草旺村也是这样 观草是一个最古老 最专业的渔悦村 过去非常的贫穷 这片地方 原来全部一片沙滩 一片烂石堆 这是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吧 把他这个地方 沾了起来 所有的一片一片的码头 一排一排的冷库 那边背脖子 还没在那里 因为他不带到 衣国到达了 过去 对 这个大陆 我可以听到 你 能怀疑 能怀疑 长 裁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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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